大年初二圣安宫抽国运签 由主委博瑞卿向母娘 直交依序抽出各行各业的运势签 其中商业也就是经济抽中签王 代表百业巨星经济繁荣 博瑞卿也转述母娘的指示 只要继续努力 运势就会越来越甚 花莲圣安宫主委博瑞卿 大年初二向母娘拔杯 抽113年的国运签 包括岁次、商业、人口、农业、海东等 必须要连续有三个圣杯 才可以得到母娘的指示 那岁金的部分是代表国运签 那今年的国运签 抽到的是几四千 这个算是不错的签 那它的含义就是说 长江非常的长 那么越往前走就越开阔 然后也都风雨无阻 那如果说腹内只要用心的多做一些善事 的话 那么以水就可以相逢 不管抽到上签还是下签 只要多做善事 人为善 虎随未至或以远离 所以这个岁次签是非常的好 可是还是要鼓励我们要大家都做善事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再把这个岁次签的好再发扬 其中商业也就是经济的部分抽中的签王 博瑞钦说明这表示经济将繁荣发展 今年商业我们是抽到签王 就是上上签 非常之好 可是我们也不能够说坐在家 单级会提醒 大家 这个应该代表的是说 商业签抽到签王 代表说 大家今年只要勤奋的工作 认真的做 他所得到的收获 一定会更大 博瑞钦也转述母娘指示 只要继续努力 运势就会越来越顺 借吕会吉安相报道